早點新聞 那就是繼今年的2月 中國禁止台灣鳳梨輸入後 今天中國海關總署又發布了通知 宣稱在台灣的釋迦及連霧中 檢驗出了有害生物藉殼蟲 因此將從明天起暫停台灣釋迦和連霧 輸入中國 今天代表所有的農民當然無法接受這樣的一個決定 完全不符合WTO的國際規範 所有的藉口的處理在國際規範裡面 如同3月的鳳梨的事件一樣 進入到輸入國以後直接薰針就可以處理 從來沒有所謂的直接片面的暫停輸入 所以第一時間我也跟總統院長報告 總統跟院長一樣要求農委會 立即針對這兩個產品 要來做好所有照顧農民權益的相關措施 而根據農委會統計 目前國內釋迦及聯霧一年的產值 分別有43億及33億元 而中國的外銷量佔總產量 分別有兩成三級一成 而針對釋迦及聯霧 輸入到中國的不合格建數 到6月底前 分別有13件及6件 之後就都沒有不合格 並且農委會也在今年的7月初 做了加強防疫措施 而如今面對中國突如其來的禁令 陳其仲強調 完全不符合國際規範及科學根據 而後續也將啟動10億元專案計畫 強化內外銷拓展中國以外市場 保障農民的權益不受損 通常都沒有設計畫 關於是可不可以用的 在這裏上的裏面上 你會用的 是可不可以用的